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介绍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双因子有交互作用的变异术分析的例题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双因子交互作用的情况是怎么做的呢 想看看这个题目 我们想要研究的是 不同的教育程度 国中高中大学 对于男女薪资的影响 这是两个不同的factor 那应变数是金资 因子有两个 一个叫做教育程度 一个叫做性别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每一笔都有相同的数量有三笔 那么这就叫做重复试验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个题目之后 我们建议同学把这个copy下来 复制 然后贴在Excel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的是 实用Excel来去做分析 现在我们开启Excel之后 把我们的原来的题目 复制以后贴到Excel里面 就像这样子 这是我们新思的一个调查的结果 这是一个有重复实验的 那现在这是叫做双因子的 有重复实验的 也就是它中间可能会有交互作用的一些问题 那么用Excel是不错的 现在我们点资料 右边没有资料分析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旁边 按右键 自定功能区 将它叫出来 这边点增益集 增益集这边选分析工具箱 就直接进行执行 记得这个分析工具箱要打勾 确定 确定之后 我们就有资料分析了 这个功能了 那我们点下去 现在这个地方是叫做 双因子变异数分析 来我们找一下 双因子变异数分析 有重复实验还是没重复实验呢 这是有的 这个地方有三笔资料 那我们就点重复实验 确定 确定以后我们输入范围 那么同学要记得 输入范围 我们要连title一起 左边上面都要 选下去之后 注意的是 每一个样本的列数 这个地方 有几个样本呢 有三个样本 这边要用键盘打一个三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进行的是 双因子变异数分析 有重复实验的结果 我们把它输出来 按下去确定之后 这个资料就出来了 现在这个资料的话呢 看起来还蛮多的 那我们现在给各位同学看 这个地方是上面的部分都是摘要 这是叙述统计 它分成了男跟女的一个比较 以男来说 他们的做了一个平均数 女的话呢 做一个平均数 总和做一个平均数 这些都是所谓的叙述统计 现在重点是在这个下面 这个地方 Anova表 这边有一个叫做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的 这个是样本 这是蓝 所以样本的这地方是横的 蓝是直的 所以这边是我们原来的B 这是我们原来的A 那么这个地方有点颠倒 那我们要注意一下 那么要注意的是交互作用在这边 我们要先看交互作用的P值 或者是F值 我们要看了这个之后 我们再去决定这个样本的 这个的个别的影响 那么交互作用是很重要的部分 我们现在要把Excel的结果 把它拿到这边来 双因子变异数分析 重复试验 这边每一个个数都是3 有没有看到 这是3 这是3 3 这边来说 这叫做 他应该说个别的一个叙述的部分 叙述的统计部分 男生总共的话是有9位 那这个地方 国中高中的这个总和 这是指的是薪资 平均 然后变异数 女生也是一样 好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部分的资料 这也是叙述统计 总和的部分 一共有6个部分 ANOVA表 这边的话来说 我们要看看 要从哪里看起呢 先看谁呢 先看交互作用 首先看交互作用 我们看看交互作用的这个地方 F值还不够明显 要看P值 请问 这个P值 有没有小于0.05呢 小于它的显著水准呢 如果说小于 代表是结论显著 结论如果显著的话呢 代表是交互作用很强烈 那么个别的检定 就没那么重要了 重点是在于交互作用 如果交互作用是 结论不显著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了 蓝的部分 蓝的部分是什么呢 蓝是直的 国中高中大学 结论很显著 这0.05 0.0001 这个已经小于0.05了 代表的是蓝的部分 国中高中大学 学历 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薪资呢 会的 那么再来看 横的部分 这个有没有小于0.05呢 也是小于 这个是3.53 乘上10的负七四方 这都很小的值了 很小的值代表是 结论是显著的 代表是 男生跟女生 似乎也不太一样 会有影响 那么这就是我们 使用 Excel来做这个双因子交互作用 编译数分析 的一个做法 我们 基本上来说 像类似像这样的题目 应该要使用的是 软体来计算 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双因子交互作用 计算上来说 已经是非常的复杂了 在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一个例题 就是 双因子 可能有交互作用 要考虑的情况之下 的一个例题 那么 要怎么做呢 双因子的话呢 本身来说 应该要做一个 实验的设计 那么 最后 我们 将这个实验设计 所得到的资料 建立一个 ANOVA 就是所谓的 变异数分析表 第一步 看看是否 有交互作用 如果是显著的 那么 我们要找 其他的方法来做 如果 不显著 那么 我们就可以再往 各自的因子 来看看影响的状况